肖战王一博因为陈情令双双走红 除了在剧中有默契配合 两人在生活中也是关系很好的玩伴 无奈明星关系再好啊 粉丝间也难免会有冲突 去年因为部分网友言语过激 王一博团队便进行了起诉 这些网友也被扒 正是肖战的粉丝 最近啊 案件也进入下一阶段 一般明星起诉网友 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 只要公开赔礼道歉 明星也不会要求太多的赔偿 最近肖战的大粉们 为了应对这场诉讼 也想出了一个神操作 他们让起诉的网友把网名都改了 名字里最好都带上肖战 因此啊 就有网友把名字改成肖战的老母亲 他们之所以这么改 就是因为想引起肖战团队的注意 希望肖战能够亲自下场来解救粉丝 现在粉丝们也相当的团结 大家似乎都在为应对诉讼 想办法 肖战的粉丝认为 王一博的粉丝更过分 还称这是王一博团队 打击对家粉圈的一场谋划 毕竟在娱乐圈 特别是当红的艺人 还真没有几个人 能够免于被黑的境遇 人红是非多 每一位在顶楼待过的艺人 都会有感受 这些年明星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没少起诉言行恶劣的网友 前一阵子杨子的一份律师函 冲上了热搜 让粉丝们相当解气 追星本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但是随着近几年 饭圈的日益壮大 也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和争议 本来明星双方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但现在只要是关系烧尽 就会被贴上炒CP的标签 久而久之 大家渐行渐远 成了陌生人 难怪明星时常感叹 在娱乐圈交不到朋友 现在当红的小生或者小花 只要有开始合作的新人 双方粉丝就会开始剑拔奴章 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宣传期间没有任何花冰新闻 倒也可以相按无事度过 如果观众对他们的评价稍有暧昧 粉丝就奴隶大敌 当然娱乐圈也有正面的交友例子 比如杨子和张一山 两人多年的革命情谊 不会被轻易瓦解 虽然粉丝间总有些互相看不顺眼 但这都无伤大雅 最神奇的是张杰和谢娜 两人已经结婚了多年 一直甜蜜又恩爱 但双方粉丝仍然为谁靠谁 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 现在他们娃都有两个了 粉丝之前仍然没有和解 在饭圈文化 还没有那么盛行的年代 明星还是可以交到不少好朋友的 比如陈坤和周迅 当年也是妥妥的顶流 但没有粉丝间的公亲 两人的友情 现在成了一段佳话 还有苏友鹏和林心卢 他俩的粉丝 现在都已经是社会上的中流砥柱 林心卢依旧轻易地称苏友鹏为大头哥哥 哪怕已过了不惑之年 也还保持着当年那份纯真的友谊 但现在不光是异性明星之间男交好友 同性明星之间交也是保持着安全距离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 谁红跟谁玩 塑料姐妹花的标签 当明星挣钱容易 当明星也难啊 新一期的天天云时间已经更新 相信眼尖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 在这次的节目中 大家并没有看到王一博的身影 的确没有打体王的活跃 是有些适应了 但好在连线的气氛够活跃 能暂时忘记这个遗憾 也许是因为王一博有其他工作 所以才缺席了这次的录制 不过可能下回就能看到他了 所以没有看见爱德的小可爱们 不用太伤心 总是有机会的 而且机制的官方貌似很懂粉丝的心情 也选择了以另一种方式来弥补王一博 未到场的遗憾 很快就释出了另一个预告 只见画面中的王一博 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西装外套 内搭同色短袖 依旧阳光帅气得很 不过大家可没有因为弟弟的可爱 就放过了他 更何况是在录制天天向上 调侃虽吃但倒 王一博同学终究是没逃过他们的套路 看来还是需要好好成长一番 原来是王涵注意到了王一博 所处的环境和上一次录制很不同 一期换一个地方 尤为勤快 更空阔 整洁了很多 不远之处还能看到盆栽沙发 可见剩余的空间还是很成竹的 不然设计之人怎么会考虑不到 这么重要的限制呢 发现到不同处的韩哥求准了机会 便开始调侃起了弟弟 开朗的说道 大家发现有没有上一期王一博 还只是一个公司的人事部总监 直接就是老板了 还亲切的以王总称呼 可让弟弟害羞的 不仅如此 前锋和大张伟等人 也在画面的另一头跟着起哄附和 完全是嫌事情不够大的节奏 毕竟调侃王一博是大家的日常了 其中包含的情感底蕴 绝对是深厚的 妥妥的 粉丝们虽然瞧得幸灾乐祸 但也注意到了汪涵口误 之前一次说财务总监 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人事总监呢 看来是兴奋过头了才导致的口误 不过效果是一样的 医保在听到哥哥们的吹捧后 即便有点不好意思 却没有做过多的反驳 一抹学校 好是在回应他已经默认了 可能是接受了韩哥给他们的设定 这回由人事总监生成了老板 不知道王一博下一回会以怎样的形献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王一博和程潇在彼此眼中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评价简直不要太真实 王一博和程潇两个人 其实是一个娱乐公司的 并且在舞台上也是有过一些合作 但要说他们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熟 甚至有时候见面或许都不会说话 毕竟王一博他钢铁之弹的称号 可不是白来的 而是真的很少和别人沟通 王一博的性格大家都了解 他平常的话也不喜欢说话 尤其是对自己不熟的人 就算是对粉丝也是一样的直男 很少有人能够将王一博变成王甜甜 而粉丝们也都习惯了王一博的性格 并且表示比较放心一些 程潇相比王一博 他们两人之间的反差真的是挺大的 因为程潇还是挺喜欢说话的 而且很多时候 无论是和谁都能够说起来 而且是比较开朗 相比较王一博的话 他是比较会说话一些 情商也是蛮高的 王一博和程潇他们在舞台上有合作 有一次程潇被请上了天天向上这个综艺 王一博也是其中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在天天向上的其他人自然会问到 他们两个人在彼此眼中的印象 而他们的回答也是比较真实的 这个问题先是问到王一博 王一博的回答是 程潇比较活泼可爱 而且这个也的确符合程潇本人 之后就是程潇被问到王一博 程潇就回答说 王一博没有话 而且特别冷 他们两个人的回答也是非常贴合两个人 王一博作为现在的一位顶级流量 发展跟资源都是很不错的 在22岁的年纪拥有多重身份 这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更加闪亮 在天天向上主持两年的时间 让王一博成长得很快 而且还有歌手舞者演员 摩托车职业赛车手的身份 使他看起来光芒万丈 也是众多人心中爱慕的对象 即便是王一博的人气很高 可他一直都保持的比较高冷 并且平淡的心情来面对这一切 从未想过这个看起来高大的男孩 从13岁开始便远离自己的父母 去韩国独自练习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而且言语不通 能够坚持下来相当的不容易 现在22岁 能够跟赵丽颖这样的流量女王合作 也是他个人发展上的成功 虽然王一博学生生涯的时间并不长 可能还有一段比较快乐的回忆 他自称11岁时是校长 本因为没吹牛 但是看到他的学生就照 网友们表示我沉默了 当时王一博太年少 五官也没有展开 看起来疲里脾气的 而且跟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依旧是那么转 让粉丝感觉到 这个就是那个酷盖没错了 虽然王一博已经大红大紫 可他低调的性格 得到圈内很多长辈的喜爱 而他本人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当中 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会拼命把它做好 摩托车跟滑板都是如此 甚至在拍戏闲暇的时间 创作了一首歌曲 即便他只是填词 可整体的歌词 所讲述的是他一直以来的遭遇 最新一期天天云时间 请来了葵花夫妇 向左 郭碧亭 原本是看俩新婚夫妇撒狗粮的 但没想到还吃到了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瓜 在节目中 向左主动跟王一博打招呼 并表示啊 对王一博有种陌生 但是又很熟悉的感觉 咋回事呢 印象中向左和王一博 并没有过合作啊 就连王一博本人也是问号脸 原来向左团队中 有个人跟王一博是同名同姓 跟着向左好几年的助理 那位助理也叫王一博 原来如此 没想到向左和王一博 竟然有这样特别的缘分 自己的同事跟娱乐圈的心境 顶流小生壮名了 难怪就是陌生又熟悉了 说到壮名这个话题 前锋也表示 他以前找了一个助理叫汪一涵 每次他找助理办事情的时候 就会叫小汪或者小韩 疯歌你飘了 竟敢私底下悄悄对韩歌不敬 当说到此刻 最牵挂的人是谁的话题时 大张伟最想念的竟然不是人 而是摄像机 大张伟表示 因为很久没有上台了 他现在在家都是自己假装在拍真人秀 自己对着摄像机说话 虽然父母和朋友当然都牵挂 但在各自心理来说 也有一点点对工作的牵挂 希望更快地恢复到工作之中 这样也能让自己更有活力 而王一博表示 跟大老师的想法比较像 也是想自由一点 出去录节目 像平常一样忙一点 整个人会更舒服 看得出大张伟和王一博 对工作对舞台是真爱了 这期天天云时间的主题 跟爱情有关 而王一博作为一个单身狗 肯定是不懂爱情为何物了 当被问到自己会不会是 特别有仪式感的人时 王一博耿直地表示 不会 而且他还觉得谈恋爱 被对方准备惊喜会很麻烦 可以 这很王一博 到了云告白环节 王一博直男的操作就更多了 你不在我身边时 我就像 别人接的都是很浪漫 很有押韵的句子 但王一博说 我就像手机没有了充电宝 下次我们见面时 我会 王一博回答 我会带上充电宝 虽然不能给你全世界 但是我可以给你 王一博回答 充电宝 又是充电宝 河南小王啊 你这是有了充电宝 就有了全世界啊 还谈什么恋爱 就连沈梦辰都忍不住问王一博 你最尊贵的是充电宝 比摩托车还珍贵吗 王一博表示 给他摩托车 他又不会骑 高天鹤也忍不住插嘴 给他摩托车后座啊 王一博再度耿直地表示 危险 算了 好吧 王一博你赢了 你也太冷酷 太无情 太直男了 凭实力单身啊 即便如此 但是当王一博念出 虽然我不能给你全世界 但是我能给你我的全世界 相信不少女生都沦陷了 也太书 太浪漫了吧 搞笑的是 有网友表示 危险算了 这四个字当选本年度 最尬最书的情话 好吧 王一博简直耿直到 让女粉放心 这么可爱的偶像 必须粉了 好 感谢观看